我们现在开始 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Covendata社区 出了Covendata 2.0版本 相比较之前的版本 这个版本显示了 增强了在数据介入 和数据分析的能力 其中主要的是增强了 PPT代表的点查 以及多维分析的能力 以及增强了对inset update等CDC特性的一个实现 以及对RG索引以及物化视图的一个重构 今天主要会讲这个 您新特性的一个介绍 以及给出一些升级建议 在此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Covendata的相关的内容 首先是在14年到16年的时候 经历了两年的一个内部研发 在16年的时候 Covendata进入阿发奇护化器 并成为当年优秀的护化器项目 在17年6月的时候 成为了阿发奇顶级项目 2018年至今目前已经上线的PPT的大用户 已经超过50个 然后能够支持的最大单表规模 超过了10分一级录 也就是说是支持PPT的以上的这个表 我们有来自于许多公司的这个贡献者 典型的数据分析场景 主要有这个明细查询 交互分析和处理计算 在这样一个典型的一个场景中 我们会遇到哪些查询性能和数据 接入的一些问题和挑战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这个日子分析 问题定位的这种场景 它的特点是 它需要按用户ID 设备ID去做一些点查 就是point query 实时需要对实时数据进行一个点查 第二是交互实际分析 洞察和趋势 特点是支持多维度的查询 模式不固定 能够对数据进行一个灵活的计算 第三个 报表计算 这个主要是BI报表分析 它的特点是 区训统统计 业务数据变更 支持那个数据的一个更改变化 然后同时对 需要能够支持 DV数据同步 那carbon是如何来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arbon的一个架构 在中间部分是carbon的这个组件 然后最核心的是carbon core引擎 它主要提供一些这个对文件 segment事物以及缓存的一些支持 往下我们看到这个是carbon支持 这个carbon数据格式 以及这个混合数据格式 也就是说一张表类可以包含格式 例如CSV Json Paket RC 等 支持的存储 类型有Harduf 以及云存储 Alusio这样的缓存 网上我们在网上看 carbon它这个提供了 接入这块有 支持inset update delete compaction emerge等功能 还有这个提供索引 物化视图的一些能力 对接的 往上走是对接的这个计算引擎部分 计算引擎 carbon对接 Spark Hive Presto Flink 以及这个AI的TensorFlow 以及PyTouch 这里我们那个先给大家介绍一些主要的概念 概念一是A3ID carbon的所有的这个事务操作都具备这个A3ID的能力 刚那个刚才也说到了这个 我们多引擎的这个操作 那么这个多引擎的并发操作 它是事务之间是 事务执行期间 不相互影响 只有在事务提交之后 其他的事务才可见 carbon这个支持对这个每一次的数据入库 都会生成一个新的segment 我们看到这个segment 然后它主要是由这个carbon data文件 以及索引文件组成 carbon data的这个操作 它是支持这个要么整体成功 所有的事务操作 要么整体成功 要么整体失败回退 回滚 对于一些因为故障 例如这个断电 或者一些其他故障 导致的这个数据存在 这个部分持久化的问题 carbon也能够保证这个数据的 在事务前后的一致性 carbon通过这样的一个特定的这个数据 存在管理方式 以及这个对原数据的管理 以及segment锁的方式 保证了这个事务的这个原子性 就是我们说的要么成功 要么失败 那么在并发操作的时候 像入库更新查询 合并写文件等 这个可以对于有冲突的操作 我们通过这个segment级别的锁 去进行一个隔离 第二个主要的概念是查询加数 就是carbon是通过这个锁印的方式 可以去跳过一些不需要撒描的文件 这里的锁印主要包括像这个RG锁印 Blue Filter Lucene锁印 卡文有这样的一个物化视图 通过这个物化视图可以改写SQL 来重用预计算的一个结果 我们现在去看个例子 就是卡文是如何去加速查询的 这里面有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点查 用user ID的一个点查 左边是我们这个spark加carbon data的方案 然后右边是讲这个普通的 这个spark的一个方案 进行一个对比 那么carbon有一个 四层索引的一个过滤的这样的一个索引 过滤的加速方式 就是它可以去通过四层索引的一个过滤 快速的精确的找到需要扫描的这个数据 在这个spark driver车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segment 或者是partition级别的这个索引 去找到我们的索引 去过滤我们需要的访问的segment 或者是partition 以及通过这个文件级的索引 去过滤我们需要访问的这个数据 我们看在图中 我们这里有十来个这样的一个数据文件 通过这个userid这样的一个值 我们通过索引去判断它最终的一个 这样的话它下发的时候 就只需要下发一个task到execute的测 同时在execute的测 它又会去使用这个blognet 以及这个pagg的索引 去精确找到它需要访问的这个数据块 这样的话它就是可以利用索引 可能就只需要扫描实照的数据 但我们在看spark这块 它可能就是没有accommodate的情况下 它可能是在drive车 分区表可能就只能通过分区表 来进行一个pooling 然后对于普通表的话 它就要全量下发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扫描任务 在execute的时候的话 它还要需要对这个footer 以及有索引的话 它要去读索引的信息 如果没有索引的话 它需要去fascan 在这场景下 这种暴力权扫描的情况下 它有可能会超过10G的这样的一个扫描量 对于海量的这个数据场景 cobin索引在点差场景上 是可以提升100倍的性能的 接下来第二张 我们看一下这个 介绍一下cobin2.0的这个特性 总体上可以归纳成数据介入和数据查询两部分 数据介入会依次介绍flink入库 db实时数据同步 hive入库 prest入库 spark入库 以及这个混合数据格式 混合表格式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flink实时数据 流入库这部分 我们看这个一个给出的这样一个场景 就是将买点数据 实时写入到这个cobin表的一个过程 然后首先是卡夫卡收集这个API的数据 然后flink和集群从卡夫卡拿去这个 然后使用cobin的sdk 接口去将数据写到本地 然后再上传到cobin表空间 这里先是通过路盘的方式再上传数据 就是在网络故障的时候 也支持这个数据的上传 保证的这个留作业的一个可靠性 在这个数据写入cobin的表空间之后 其他的这个查询集群 例如这个spark集群 他就可以立即查询到这个cobin表里面写入的数据 写入即可查询 所以他可以保证这个数据的这个实时性 Cobin也支持这个在这个数据写入之后 延迟进行一个构建索引 进一步的提升这个查询的性能 接着我们来看这个 db数据实施同步 这个场景主要讲的是 我们将这个 MySQL Oracle等这样的一个db 将数据实施同步到这个cobin表 如果这个 在db中已经有历史数据 我们的话可能会先需要进行一个 全量数据的一次入库 之后呢 我们只需要采集 增量的一个日志 数据的一个变更日志 然后 使用这个cobin的这个merch api 去将数据的修改 变更 去同步到这个cobin表 那么这里的话就是说 对于增量的数据修改 我们只是采集增量的这个日志 它有几个好处 就是 是追加data文件 就不会去 对 全量数据的一个重写 这样的话 它会对io的一个冲击较少 更新的时间能够缩短50%以上 同时 同时对于有多个data文件的还会那个进行一个自动合并 如果data文件都比较小 这样的话通过合并之后还能够避免小文件问题 在这个数据同步完成之后 那个查询这块就可以去查询这个已经同步过来的这个数据变更 啊 主要采用的是一个merging array的这个方式 就是查询时去合并 data文件到这个 以有的数据文件上 这里 举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tug的表 就是我们的这个需要做数据同步的这样的一张表 tug的表它有这个id和value链 然后我们的这个千级表就是我们的一个啊 增量日子的一个表 那这里面它会比这个tug的表多出于一个千级type链 它主要来描述这个对应的这个数据的一个变更的内心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d它是代表的 表示这个数据是删除的 然后u的话表示对这个数据的一个更新 然后i的话就是说102这一行数据是做一个插入操作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给出一个例子 在sug里面我们会将千级表 load上来成为一个df 这里会将它从命名成一个a表 然后我们调用这个一个merge的api 对这个a表这个千级表 然后和这个target表进行一个id组件的这样一个关联 然后后面我们可以调用vermerge这个函数 当这个千级type等于d的时候 就表示说这是一个需要删除的数据 那么调用del的操作 当这个千级type等于u的时候 我们执行这一项 然后这里update给出了这个需要更新的这个 主表这个target表的一个id和这个 千级表的一个列明的一个印射关系 id对应的id value对应的一个value 同样的当这个千级id等于i的时候 我们调用这个insert的接口 去执行insert的操作 最后使用这个 调用这个executor去执行整个的一个merge动作 我们最后看到这个 这个更新后的这个target表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对于101这个删除之后 他就在查运的时候没有了 然后对于这个100的他更新 他会给他从Bob更新成的ARMY 以及这个新增的一条记录102 卡本也支持这个hivepress 入库到卡本表 就是从hive或者press 也可以去将数据 写入到 这里给出了一个 给出了一个例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是这个未来我们会 不断地增强这个这些操作 他对于这个事物的一个支持 目前他是一个 目前我们支持的是非事物表 未来我们会去加强这方面的能力 在spark集成这一块 我们在对这2.0 对这个insert的入库性能 提升了一倍 我们看到这样 从parget表插入卡本表 一个15G的数据 在1.6版本当中 他需要800秒 但现在在2.0版本中 他只需要420秒 提升了将近一倍 主要的这个性能提升点 主要是避免了一些 internet肉到卡本肉的一个转换 以及构建 所以是避免一些这个 二容于的这个调整 同时这个提升是针对于我们 所有的这个都支持 就是提升了所有的表的这个 一个性能 Cover是这个混合数据格式 就是一张表 他可以支持多种格式 就是他可以支持 sys,st,json 以及parket,rc的文件 他们卡本引入了一个 external segment的一个概念 就是他通过这个external segment 可以指向外部的这个数据文件 就是外部的segment 我们通过这个add segment 这样一个命令 我们可以将这个外部的这个数据 添加到这个卡本表中 在这里的话 他只会这个external segment的话 只会记录这个数据的路径 并不会去拷贝数据 这样的话 对于有数据迁移的这样一个需求 这个场景 这样的话 它的效率是非常高下的 并不需要这个将这个orc文件呢 转换成为这个卡本格式 同时他也支持按分区 后续在后续的版本中 我们还会为这些external segment 去创建索引 提升的过滤 还有一些分析的能力 看完数据揭入这部分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数据查询 这块的变化 主要会讲到这个 对spark extension的支持 以及统一了这个索引的语法 新增index server SNI以及GO索引 以及同一MV语法 新增支持时序数据 同时MV也支持 park urc的表格 以及卡本 对非结构化支持 对接AI的一些框架 加速这个AI的一个模型训练 在这个大数据场景下 伴随着数据的增长 这个也会不断的变大 那么单台机器 它不足够存储 这个缓存这个索引的时候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引入了一个 index service 使用这个索引集群 来分布式缓存索引 我们看到这个图上 就是对于在这个查询集群之外 我们创建了一个新的这个索引集群 它主要用来解决这个 在一些场景下 我们那个索引的这个缓存 在单机内内存太大的一个问题 同时 这个index service索引集群之后 我们的那个多个查询集群 它 共享一份索引的 这样也能够节省这个内存资源 同时 它也支持在样上进行部署 支持这个按需的一个扩容 这里还提供了一个索引预加载 当数据入库后 它可以进行一个自动的一个索引的一个预加载 这样的话 在查询的时候可以首次查询的时候 它也会变得很快 这样解决了以往的这个在首次查询 需要去加载索引 缓存索引这样的一个过程 二级索引 当我们这个主表的这个索引 它是它有的主索引 不包括我们的这个查询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查询往往使用不了这个主主表上的索引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考虑 基于主表上的这个这个查询的这个过滤链 去创建这个二级索引表 那么这个二级索引表 它也是一个carbon data表 我们看到在这个carbon data表空间当中 这个这边左边这个主表 它有这个 这是主表 然后右边是二级索引表 它们是有按照segment是一一对应的 它们这个主表有segment一 segment二 r级索引表也有segment一 segment二 这里给出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在segment一里面 它有这个 假设它有数据文件 f1f2 segment二有f3f4 这个主表它主要是 假设它主要有这个用户ID 以及这个手机ID 手机号码 这样两个那样 看到这个主表 我们假设主表上 它是基于这个用户ID创建的索引 那么对于用户ID的查询 在主表上使用主表的这个索引 它会快速将这个用户ID相关的数据查询出来 但是对于这个手机号码的查询 它无法使用索引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基于这个手机号码 去创建一个RG索引表 我们看到这里的这里给出这个例子 就是这个RG索引表里面 它会按照这个手机号码 对数据进行一个排序 然后第二列是一个BloggerID 它会映射主表中这个这条记录 它对应数据所在的这个数据文件 这个我们这里给出的意思F4 Segma2的一个F4 然后这个004它对应的是在F3这个文件 同时我们说了刚才说了RG索引表 它也是一个CarbonData表 所以这个它也可以使用这个Carbon的索引 所以它这个我们看到在这个上面 也有这个索引链 有它的MIMAX 这样的话就是RG索引表在查询的时候 它本身也可以利用CarbonEU的索引 它是 去加速这个RG索引表的查询 然后我们又再利用RG索引表 对除表进行一个加速 这样两层的一个加速 会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查询效果 同时我们也可以用RG索引 做多维的过滤 这里给出了一个例子 我们在组表上 对四个字段都建立了相应的四个索引 RG索引表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个过滤的一个例子 首先是这个对这个字段一和字段一和字段二的一个AND操作的一个过滤 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会把这呢 我们会把这个转换成为两张索引表的一个乎硬 然后再去查主表 对于这个第二个例子 我们对于多次段上的一个或操作的过滤 我们会将多张表的索引表先做个优点 得出一个过滤之后的一个结果 再去查主表 2.0对这个二级索引的这个语法进行了一个统一 保持一致 我们出了这个一些语句的这个 首先是这个创建索引 Create on table 然后是我们可以on table的哪些列指定的列 然后as index provider 这块我们支持的这个index provider 有blown field 以及cover data 这块cover data指的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RG索引 这个条件主要 属性主要是来指定我们是否需要去延迟去构建这个索引 还是立即构建 然后是show index 显示索引的一些信息 这个表到这个表上创建了多少个索引 然后某个表上的索引 job index on table refresh index 可以刷新这个 按segment刷新 所以 如果指定segment id的话 他就按segment刷新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那个物化师图 物化师图我们同样也对语法进行了一个统一 然后这里给出了这个创建物化的一个方法 create mv as select 这个segment 我们支持这个单表的也支持这个join语句 还有这个显示物化师图删除 以及刷新物化师图 刷新物化师图的时候 他会判断这个 是需要全量刷新 还是增量刷新 caven这块是可以支持 那个对这个数据进行增量刷新的 在mv上 caven还支持这个时间序列的这个操作 就是数据入库的时候 我们可以 那个对这个数据 按照各周期的表进行一个汇聚 这里给出这个例子 我们看到这个主表上有一个 实戳这样的一个时间维度 我们可以对这个时间维度创建这个分钟级的mv表 也可以创建这个小时天的月的啊 不同力度的这样的一个mv 在入库的时候 我们按照这个 呈积的这个 从小到大的这样的一个顺序去创建 在查询的时候 对于 查询一句 它会自动的 合适的这个周期表进行一个上卷 就是合适的这个力度 例如我们查这个天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直接去查天表数据 当我们去按年查询的时候 我们会自动选择 可能最合适的这个月表进行一个上询 这里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在这个ordetime这个时间 订单时间这个列上 创建了一个分钟级的 这个time series时间序列的这样一个mv 每分钟的一个平均价格 对于这样的下面给出的一个查询 它是一个小时的 它要去分析 每小时的这样一个价格的时候 它可以去匹配这个 我们创建的分钟级的这个表 而不去 不去查询这个sales这个原表 这样可以去 去服用这个mv之前构建的这个预计算 的这个结果 当然这里有个限制就是 时间序列的mv它不支持就应语句 是需要使用这个 如果有这种情况 需要使用普通的mv来替代 目前这个 我们支持的这个时间序列的那个力度 从最小是秒 然后最大是这个页 KM2.0还有一个新的特性 就是目前还是Beta状态的这个混合格式表 就是它可以支持多种数据格式 就是它除了这个mv可以加速carbon表格 以外还可以加速其他的表格 就是我们可以去给Paket表 ORC表去创建mv 但是由于这个 18个表它没有这个segment这样的一个数据管 概念 目前它的mv支持全量刷新 这是与carbon表格不一样的地方 下面我们能讲一下这个地理时空的索引 carbon支持这个对三个化数据的一个空间拨分 然后生成这样的一个三个编码 然后对三个编码进行一个这个GioHC的一个编码之后 进行一个存储 我们看到这 它对这个像这个是 这是一种默认的这个GioHC的一种实现 在这个空间数据的一个排序存储上 我们会对这个数据按照GioHCID这样的一个顺序去排序 当我们的查询是对一个多变形进行一个过滤的查询的时候 我们会转换成为一个GioHCID上的一个线性的一个范围查询 这样的话在carbon可以将这个查询的一个多变性的查询 下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死干层的一个查询 提升这个查询的性能 而且由于这个排序之后空间上 相连的数据在存储在宁静的磁盘上 所以它查询的读取速度提升 然后我们讲一下carbon加速AI查询 carbon利用这个排carbon加AI的一个框架 相述模型训练 carbon在支持这个非结构化数据 它将这个GPG的数据转换成为这个carbon file文件 对GPG数据进行一个合并 可以提升这个IO的效率 同时它也支持与TF record相比 他们可替用列存等快速的过滤出训练机 这里给出了一个ImageNet的一个数据读取性能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一个抽取7800张数据 一级大小的数据 我们把它转换成为这个commodator已经TF record之后 我们的一个性能对比 在本地的时候 差不多在云存柱上 我们相比原来的GPG提升10倍 TF record提升6倍 同时对于这个有过滤 相比这个TV record在IO上面又小了六倍 同时时间也小了六倍 然后这接着这次给出了一些升级建议 我们简单过一下 就是我们推荐使用COVID 2.0.1 然后它不支持这个Spark 2.3 之前的版本了 只支持2.4 2.4 同时不再支持全局字典 然后这里给出了一些相应的一些迁移方案 也不支持DataMap 它就说了 我们建议使用这个Spark依存线方式去使用COVID 未来的版本当中 我们将不会 我们将会不再支持COVID射线 总结一下 COVID的主要是聚焦数据的接入和 打造这个大数据加AI的统一存储 最后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这个社区的活动 我的演讲到这里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我们结束这一次的这个分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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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